大家好 今天是2月8日星期四 今天市有回調 所以大約是升一半的板塊 跌一半的板塊 升的板塊之中 頭五行的就是半導體、零售、媒體、電訊服務和家庭胡理 半導體之前這些 這邊這些 都是之前很挨握的 突然間今天就升了首尼 家庭及個人胡理方面 一直都在排在比較較前位置 再跟進去看看 半導體方面 華雄、上海復旦這些比較大一點的半導體 都是升得到 都一定是足夠的升幅 似乎這些應該有些是醞釀 做著有些動作 零售方面 高音零售一直這幾天 都是屬於增長得比較快的 中國中緬也因為是過年方面 所以有些增長 媒體方面 這些是很細小的東西 升得多也好 都是沒什麼意義的 電訊服務方面 基本上 貨連碼打多點電話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畢竟都是比較好 家庭及個人胡理方面 這些一毫子股 升了之後 去到幾十% 所以整個板塊是扯高了 所以這些又不是太大 可以參考價值 我們首先看看整體的板塊 方面 跌的 是比較多 特別像阿里巴巴那樣 因為你認為業績不太好 還有 營利 就是業務前景 又沒有太大的故事 去說 所以就 跌得比較多 跌了 那也沒有辦法 在其次方面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 其次 其次上 你馬上下來 那下來下來 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重要是 不要跌穿了 這個 這個保利加通道中軸 這個就可以了 保利加通道中軸 就是157左右 那就是大概當158 157、67 那當158左右 最好就不要跌穿這個 然後可以再看上去 那今天可以看的 股票方面就是 由於是過年了嘛 明天就沒有這個節目了 那麼